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不人道了 活活地虐待小动物 对小强施以电行的加布里埃尔图阿松视频中 蟑螂被固定在一把自制的小木椅上 木椅连接了一个电池 开关和一只灯泡 行星过程十分简单 加布里埃尔轻轻按下开关 蟑螂抽搐 灯泡闪烁 房间内弥漫一股烧肉的味道约15秒后 蟑螂死去 灯泡长亮 椅子貌似很科学地说 有网友指责道 哦 你怎么能这样 这可怜的小虫子啊 怎么会有人这么做呢 每个动物都有感觉 这是在虐待动物 我们对其他动物太残忍了 幸好我们是人类而不是被摆布的蟑螂 新爷 李家小强被人折磨死了 尽管遭到网友强烈反对 加布里埃尔对电刑并不后悔 行必将小强进行装观丢弃他表示 我打开窗户是因为天气太热 这只蟑螂不该飞进来的 我本应该拿拖鞋什么的拍死他 但那样会弄脏我的工作台 所以我用塑料绳把它捆住了 然后各种天马星空的想法 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据说 他还要利用人体工程学 改良某些国家实行电刑的器材 给扩行人士更好的行情体验 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留言评论 大打亮出你的创意